會建立起來 接著它到下週二的時候 將會影響到全台灣 甚至在西半部 整個雨勢是會比較大一些的 容易出現這種短延時的強降雨 有時還會伴隨著雷擊以及強震風 所以下週二還有下週三 將會是這一道封面影響最明顯的時候 當然全台灣整天都要外出攜帶雨具 但是呢特別要注意的 就是在中南部的地方 可能會有這種局部較大雨勢發生的機率 到底它的強度會多大 以及維持的時間會多久 在下週的時候將會比較明朗一些 接著就是來看到空氣品質方面了 今天剛剛我們說到整個吹東風的關係 所以在避風側也就是西半部地區 整個空氣品質相對來說 擴散條件是比較不好的 所以如果您是過敏族群 今天在西半部的觀眾朋友外出的時候 最好是把口罩戴著比較保險一些 最後就是來看到溫度方面了 今天其實全台灣白天來說都還算是比較高溫悶熱的 像是在中南部地區高溫來到30到32度 甚至局部有可能到33 34度 而至於在北部以及東半部地區 高溫方面也都是大約有接近30度 到了晚上的時候天氣狀況算是比較舒適的 大約是落在22到24度 所以呢到了明天天氣狀況依舊是會如此 甚至溫度還會比較高一些 所以今天在西半部地區整天來說 都算是比較穩定的天氣形態 以上就是這節的氣象資訊